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应该是当时看南华早报那个消息是有误的 那我们能够跟上节目的本身的 能跟上新闻的本身的 我们也只能仰仗别人的新闻媒体了 特别是英文的 中文的根本就更跟不上 中文基本就是跟不上 所以非常抱歉 他不是零关税 他实际是维持现在的税率 这个关税水平 就是现在的一切不改变 基本这么讲 现在的一切不改变 到明年1月1号 这是川普唯一付出的条件 这么讲就对了 这么讲对了 如果换个角度来讲 就是说习近平针对川普的贸易战 第一次做了正面的回应 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是贴切的 所以在有几个 当时在南华早报上 有几个坑截的问题 坑截的问题 一个就是不再征收关税 这个说法是错的 这个另外一个就是维持10%的关税 那2000亿产品 另外500亿产品 就是最开始的500亿产品 依然维持25%的关税 所以实际什么都没有改变 那这是要跟大家澄清的 所以当时的有朋友说 陶哥你也太激动了 可能不是吧 国内不是这么报道 国内没有报道任何细节 没有报道任何细节 我刚才看到美国之音早一大早 美国之音报道也说 国内没有报道任何细节 王毅的讲话我也看到 那基本就是原来的风格 有一个我们昨天谈到一个零关税 很多朋友说 你说零关税中共就投降就完蛋了 听不懂你胡说什么 零关税的概念就是市场经济的概念 最早提到零关税的是 这一次主持谈判的库德洛 白宫经济跟制造委员会的主任 他原来是美国商业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 他的这个零关税的概念就是说 你美国任何产品进入中国大陆 除了地方税 就是比如说河北省 他有河北省税的话 北京市有北京市税的话 因为在美国地方是有税的 各州都是有税的 你看到各州的高速公路 这个他的修建是靠地方税 这个这个州省税来收的 大概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他是三级城市 三级政府 市级政府收房东的税 你买房子 那个税是给市里的 那市里的城市 这个纽约市也好 华伦DC也好 他收的这部分地税 来维持这个城市的卫生管理 什么绿化 这个你看到的公园 这个市的警察 维持这个城市的运作 是地方税 省税 我们看到大多都是修高速公路 我看到很多 比较主要就是看到高速公路 跨省的高速公路 都是省一级省税的 那联邦税呢 就是包括国家福利 医疗保险 外交 美国的空军一号 是国家税来支撑 大概是他的税收的概念 就是这么分类的 那所谓的这个海关关税 那是对那是一种贸易壁垒 贸易壁垒 在这个我们看到他提到 零关税呢 就是从国家层面角度来讲 大家全都是市场经济 所以零关税出来之后 市场经济的概念基本就强盛了 强盛的时候就冲击到 将直接冲击到今天的中共体制 中共统治阶层的体制 他现在的共产党的统治的一切 跟这个零关税的概念是完全是 侯吃妈花满宁 将直接触及到 就是如果他想达到零关税 他必须改变现在的制度 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 没有什么太多选择 所以这是我们说 如果他拿出零关税的话 就等于是相应的一些东西就出来了 零关税壁垒 再加上零非关税壁垒 非关税壁垒 Google 你看不着YouTube 你看石头news 你得翻墙非关税壁垒 所以都将被取消的话 那就变成了 他不是想不想变天的事 当这个东西一承诺的时候就变天了 就是这么说吧 那个姑娘一出嫁 小伙子一娶老婆就成立个家庭了 所以两个人都是相互拥有了 已经生命品质改变了 就这么个意思 其实零关税的概念很有这个成 很有这个意思 就是这么个意思 大家 我只能说这么个意思 找不着别的词来形容 昨天那个概念是错的 不是零关税 真正的概念 早晨一早看到白宫的内容出来了 那在因为今天是星期日 西方大媒体基本都很多都休息了 他不太报 因为他就这种工作习惯 咱们说期的定律的角度来讲 上帝造人 星期日就谢了 星期日谢了 我看过很多在这边 一些开小铺开小店的朋友 那个他星期日都休息 那些人他们去教堂 去教堂 所以他没有太多的评论 但过去的时间里 上一周 昨天我们那么去报道呢 我尽量就 我尽我可能去跟大家去更改 我能够做到的 其实我昨天比较盯的比较紧的是路透 这些媒体也就是应该 这些是媒体的素材来 应该是最快的了 那当时是南华早报最快 确实南华早报最快 我当时也认为 他可能是这个拿先写了一些东西 然后才会那么快 大概十分钟十五分钟就出来了 我们后来看到是美国之音住这个 美国之音在白宫的首席记者 有些人不太信任美国之音 这我个人觉得很多是情感的问题 你消息就是消息 那在其中可能朋友也说 涛根捷太你激动了 你在说法当中也是有问题的 我们再接在那个基础上 第一个 第二个 说实话 是真的希望 就是你比如说 川普在称习近平个人关系很好 他吃饭的时候也谈到这个 我个人深有感悟 对于很多朋友来讲 在有关信仰的角度 我以为就是太缺失了 所以我们节目中一直跟大家讲 大陆人 人与人之间的憎恨 真是共产党文化中摧毁人的一个相当精髓的地方 就像咱们讲风声演义 其实已经讲到那份上 狐狸 那只狐狸都是使命来的 是这个女娲派她来的 如果女娲不派她来 她不敢去上身体的 她不敢去上身体的 那当时候来 比如说后来那只琵琶 应该是琵琶 琶琶给江泽雅捣乱 江泽雅把它给弄了 那后来这个狐狸又 她回去 狐狸又把它救了 用了三年的时间 其实那只琵琶也是女娲派来的 也就注定了江泽雅杀不了她 我说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说太多的生命是有使命的 有一些背后原因的 那在这个原因 在这个背后原因当中呢 其实是让过程中的人 能够品味到体会到生命的珍贵 和自我生命的那种 你要能够 能够唤醒自己善的东西 中共害人害在这点上 中共害人害在这点上 那任何人的赠物 无论对方多可恨 换个角度说吧 恨人是最容易的 恨别人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 诅咒别人是最容易的 指责别人也是最容易的事情 那难以做到的是宽容 真正的去没有赠物 而展现真实 这是难的 那如果对在人的利益的角度来讲 这东西是难的 对肉身而言 这东西是难做到的 那就是生命的真实 生命的真实 所以我个人觉得 大家在看 包括看川普的做法中 我觉得都很多朋友 就是他意识不到 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为什么他老说 跟习近平个人关系不错 他既包含着商业技巧 就是谈判技巧 同时包含着与他的信仰相关 与他信仰相关 他证物这个制度 他证物很多东西 但是在现实环境中 你同样能品味到 这其中 他对生命本身的 但是在大陆的朋友当中 很难做到 大家恨习近平恨死了 我节目中说 这是习近平伟大的一面 他成功的把共产党 聚集在他身上 然后又成功的把 众人的恨 也聚集在他身上 这挺伟大的 这个前面那么多人都没做到 都没做到 那这是我想说 这是我们能够看 昨天我们在跟随节目中看到的 当然就我个人来讲 我希望能改进了 能够更谨慎 大的媒体非常谨慎 他不报 跟时间有关系 他这么大的消息 将决定明天的股市 会议室都会决定 全球的经济状况 那所以 今天我看到内容就是 白宫的新闻公告 完全出来了 细节完全有了 华尔街日报 美国之音 BBC等都有报道 BBC报的相当完整 而且有观点 有看法 跟大家分享 BBC的 所以里面包含着 白宫声明的全文 这样的话就比较完整 所以跟大家恢复了 事件的本身的原型 如果你让我讲来讲 我以为就是 川普赢了 川普赢了 第一个 第二个 习近平输了 习近平输在于 他认可了 川普的贸易战的力度 和他的忍受点 就是 习近平暴露了自己的忍受点 他达不下去了 川普只要把这2000亿 加征到25% 就可以致中国经济 现实经济于崩溃 起码他拿出来的消息是这个 当然人们说这是他的阴谋 你当然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这很简单 是不是他重新回到 邓小平的 叫韬光养晦的 谋略上 有可能 但这个时间只有90天 只有90天 这里面有很多坑井 90天算不算这个12月份 他里头没有任何没讲 90天如果算这12月份 他还有三个月 如果从明年1月1号起 算起 他还有四个月 对吧 这是关键问题 第二个 他无法阻止这个 海外企业 包括比如像 爱凤的供应商 离开中国大陆 因为现在的一切在维持 现在的一切 都在维持 没做任何 川普没做任何让步 只给了一个90天的时间 不把2000亿的税率 2000亿进口产品的税率 增加到25% 那如果这就是习近平的底线的话 中国经济可能在现实状况中 可能崩溃的底线的话 他如果川普加上那 2670亿的产品的关税 中国能扛几天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是BBC的报道 叫中美贸易战 休战 休战台前幕后 休战期90天 纳瓦罗意外现身 芬太尼高通进入议程 芬太尼跟高通 昨天跟大家说了 节目已经介绍了 纳瓦罗意外现身 这个BBC显然没太关注 这个已经 这已经是好几天的消息了 这不是新闻 休战期只有90天 这个说法是错的 贸易战没结束 贸易战没结束 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讲 所以这个在这么大的媒体 它在分析过程中 依然是有问题的 10%的关税没撤掉 对2000亿 500亿的产品的关税 25%的关税没撤掉 你怎么能说贸易战休战呢 没有休战期 只不过是战争 没有进入了更加残酷的概念 更加残酷的概念 白宫声明 两国将在接下来的90天内继续谈判 重点落在知识产权保护 强迫转让 重点在知识产权保护 强迫转让技术 非关税壁垒 网络侵略 盗窃等结构性问题 90天后 没能达成共识 美国威胁将把价值2000亿的 中国产品的关税 从10%升到25% 从他的字面含义上说 我们现在BBC这么写都是错的 我刚才跟大家讲了 所以在新闻报道中 这事现在都不好办 这事 接下来的90天包括12月1号 对吧 包括12月份 所以那他的期限 那他的期限应该是2月底 2月底 你顶多到3月2号 这个时间就是这么定的 第二个 关税从10%升到25% 那现在维持现在的10%的关税 对不对 维持现在10%的关税 那什么叫 那贸易战不是休战 所以现在的报道水平基本就是这样 两国增加 中国媒体只说 两国达成不增加 额外关税共识 将继续谈判 所以中国报道没有细节 他这个细节不敢报道 他细节报道出来就是 我相信对大陆人来讲 谁都现在看得懂 是习近平认输 习近平认输这是 川普没失去任何时间 川普只给了90天的时间 在讨论 这是美国的唯一付出 达成休战协议 这不是休战 符合之前的普遍预期 90天的谈判期 显示贸易战只是暂停升级 这句话对的 只是暂停升级 在暂停升级的背景之下 中国做出大宗购买的承诺 这是原来早就有的 治表不治本 长期的结构性依然存在 所以中美之间的冲突会将持续的 是这么回事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问题 是这么回事 所以在报道中不好说 那是BBC的评价 我相信朋友能够认清一事实 白宫声明的全文 美国川普总统和中国方面工作晚餐的通报 这是他的白宫声明 两个人 习近平川普 以及最高级代表 在布衣诺斯 爱丽丝举行 双方均称为高度成功的会晤 所以高度成功的会晤就是 习近平的成功就是成功阻止了川普 在2019年1月1号把2000亿产品增收到25% 这就是他的成功点 所以这是我刚才跟大家讲 习近平暴露了自己的底线 只要这2000亿产品增收到25% 有可能他的所连带 就引发出来的蝴蝶效应也好 海啸效应也好 足以击溃今天的中国经济 就是说足以撼动今天中共的统治 你可以从几个角度去说 技术层面就是经济问题 国家管理层面就是撼动他的统治权问题 更重要 习主席展示了绝妙的人道姿态 同意把芬太尼定为管制药品 所有倒卖 意味着把芬太奇卖给美国人 在中国会受到法律下最严厉的惩罚 所以这是芬太尼使美国人关心的 川普的太太针对这件事情发表过演讲 那芬太尼在中国在网络上随意可以购买的 所以这里面就去 川普的在白宫发言当中呢 去一样去赞美习近平个人 贸易方面 川普同意2019年1月1号 对2000亿的美元的货品保持10%的关税 贸易战没结束 也没休战 不会提升25% 没有经过正式谈妥 中国将同意购买非常大量的农产品 能源工业 以及其他来自美国的产品 减少贸易平衡 中国同意立即向我们的农民购买农产品 这一份承诺 习近平的这一份承诺 只在于不增加关税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经济的一切 就是我们截止到今天 在此之前 中国经济的一切 贸易战的一切 iPhone供应商的 手机的这些供应商 逐渐撤出中国 那三分之二的美国企业 在考虑已经停止投资 考虑从中国撤出来 都在现在的贸易战的水平之下进行了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 都在现在的贸易战的水平下发生的 所以这样的事情将持续发生 川普对中共的威胁 从来根本没有捡过 只给了90天的时间 而那90天的时间 是作为习近平正面答复 川普在整个贸易战中提出的条件 提出的条件 而那提出的条件是 习近平在过去事件里 一直没有答复的内容 所以他自己亲自答复了 把习近平个人的信誉 完全压进去了 压进去了 那当习近平把个人的信誉 完全压出去的时候 这是代表今天中共政权 中国政权当中的 所有东西压进去了 那他将对意味着 对后面 如果他答不成 那美国展开的贸易战 就会全面 后面就没什么可讲的了 所以这个中间的力度 包括BBC 我觉得他的力度 说休战这是错的 没有休战的 双方同意 立即就结构性改革 启动谈判 关系到强行转让技术 知识产权保护 非关税壁垒 网络侵入 盗窃 服务业 农业 双方同意 如果90天内达不成协议 一旦在此线内 双方无法达成协议 10%的关税 提升到25% 美国人什么都不做 美国人等着 习近平达到他的目的 达到他的条件 这难道不是川普获胜吗 我觉得 我觉得 那我就不知道 什么叫胜利了 我也不会了 所以这个 这是底线咯 所以习近平正式面对 用自己的整个概念去承诺了 那如果强行 强行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 他将做如何承诺的话 那作为川普而言 他会有他的技术层面的一种说法 对吧 技术层面的一种把握 朝鲜问题 取得了重大进展 这是他们的共识 川普跟习近平连同金正恩 要无核化朝鲜半岛 川普对金主席表达 其友谊和尊重 这就是川普的风格 他对任何个人 都去表达他自己的 就是他 他要跟人谈判 他一定对个人而言 要有这一份氛围 要有这一份氛围 所以这是 我以为这是 很多人把它当成技术层面 在其中 其实里面包含了相当的一个层面 就是生命认识 生命认识 就是应该跟他的信仰有关 跟他的宗教属性有关 跟美国的 美国真正的 美国人的价值观有关 这是一种传统的概念 这不是精英的概念 这是一种传 精英的都是去算术了 用数学的概念去算 我有力的条件 一二三四五 我无力的条件 七八九十十一 然后咱们打 然后我打路上我就骂你 你是就是如何如何如何 其实在我们节目中 在很多朋友看节目中 都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那个人是恶的 那个人不是善的 对吧 金正恩可以是个魔鬼 习近平也可以是个魔鬼 但他带有人的身体的时候 川普他表现出 对人的这面的尊重 但对你的尊重 不代表我认同你的价值观 不代表我对你进行 无限期的让步 我觉得在这点上 大陆人太难了 我个人觉得太难了 其实你对生命的一种 直接的侮辱 就是对自己生命的侮辱 不懂得尊重 习近平讲说 他对批准之前 之前 他对批准之前 没获批准的高通 跟这个恩智普交易案 持开放态度 协议可以再次提交给他 他为什么谈这个 他完全可以不谈 对不对 但他谈了 他谈了为什么 当时对等的条件是中兴 中兴被美国制裁了 对吧 现在是福建进华 被美国制裁 他放行高通 换取进华 很有可能 所以他有他的目的 而高通并购恩智普 是为了5G 可能朋友会说 华为现在借助这段时间 就是从8月份 高通放弃了并购 然后到今天的12月1号 那华为已经有基础 能够达到5G了 其实我个人觉得 你可以看一看中兴公司的制裁 和现在对进华公司的制裁 都让习近平自己亲自出马的话 华为同样是 会不堪一击的 如果美国出什么 全面对他施以制裁 限制和制裁 起码从现在是看到 川普 美好和具有建设性的会晤 中美之间有着无限的可能 与习近平合作是我的荣幸 白宫的通稿 就是这样 那BBC在评价中说 它后面就跟上了一些评价 我以为因为时差的原因 这些评价它是提前录好的 因为时差的原因 深更半夜它采访谁 意料中的修战 应该是 它说是意料中的 美国荣顶集团的 中国宏观分析师 朱明奇 都爱 朱明奇啊 凤鸣奇山 它这个是来这儿的 凤鸣奇山呢 它姓朱 这个人朱呢 在与凤凰对等 有朱雀 这个人名字起得很大 很不得了 很大 也奇怪了 怎么跟这个风声演绎 跟这个 那时候总有关系 中国购买大批的美国产品 是中国嗜好 马上重启进口中国农产品 是对川普有交代 然而对购买美国货 购买美国货 换取关税 暂缓协议 致表不致本 我觉得这个基础 这个 这个分析的基础 都忽视了一个概念 贸易战没结束 他们都认为贸易战是休战 我不知道是怎么思考的 这个很显然 他他关税还在那儿呢 这个 我觉得大家应该能理解 他贸易战没休战 致表不致本 这是他购买大宗产品 原来 你要说 百分之十 川普对两千亿的进口产品 征收百分之十的关税 撤掉 换取购买产品 那叫休战 你现在没撤呀 中国方面也没把那一天 一百亿的进口 美国进口产品 撤销掉 惩罚关税 根本没有啊 对吧 所以只是不增加 那习近平做了这种答复 我也说不好 这是BBC 这是我们看到最 最classic的 就是 维持着媒体的一种 经典概念的一个大媒体 90天内的谈判的话题 并未涉及到中国坚持不让步的国企 产业政策改革等议题 301条款 301报告当中强烈谴责了这一部分 所以即使90天内能够就知识产权保障 网络盗窃 达成共识 也不能排除未来 华府跟北京之间更深层的结构性的 做出让步或者冲突 这都有可能的 那是 我以为这个评价呢 有所欠缺 就是说 它现在的概念是一个框架性的概念 而且即刻启动谈判 即刻启动谈判 先期90天 那在启动谈判和301条款等相关内容中 美国都是现成的 美国都是只要拿出它现在的 它过去时间里指责中共的报告 那些都是具体的 也就是说 现在的问题是 美国的问题全都提出来了 要中国有答复 而具体谈判的内容就是 习近平的团队 给予美国的问题与答复 而这个答复 美国人接受不接受 美国人接受不接受 而在答复中 自然会涉及到国企相关的内容 我以为会 它只是提了一个框架 对吧 强迫知识产权 强迫技术转让 你怎么做到这个东西 让美国满意 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 你怎么能做到 这知识产权的概念 涵盖了现在 中国大型国营企业 太多的范围了 可能 可能太 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说 你比如说 中石油中海油 它有多少电脑 使用的微软 软件 是盗版的 不开玩笑 那这个东西 我只是举这个例子了 这个东西 就它会 当触及到那个问题的时候 它自然就会触及到国企的概念 川普官方 官方通报了一些意料 出人意料的个案 芬太尼 高通 等等 所以高通那个事情 我以为是习近平有他的想法 应该是福建进华 福建进华 所以中兴公司 它赔了钱 习近平自己出面 但是呢 川普放行了中兴 习近平没有放行高通 这是当时的冲突 在八月份 那先 后来 对不起 在这之前 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 川普把进华给弄了 要重演中兴的故事 那现在看就这么回事 习近平主动提出来 放行高通 掌声 在结束之后 大家派了一个全家服务 而且有掌声 开放的 向媒体开放的五分钟里面 川普再次强调 跟习近平个人的良好关系 说很可能达成 对中美都有利的成果 那习近平有自己的表态 他基本都是皮尔昌的表态了 两个人短暂的开幕词 为会后达成的停战协议 埋下了伏笔 对老布什的病逝呢 他有所 习近平有所表达 一共有八个幕僚 那中方是杨洁篪 丁薛祥 刘鹤 王毅 驻美大使 政协副主席 国家发改委的主任 何立峰 商业部长 中山 和商务部 部长中山 和商务部副部长 王寿文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方谈判的人 极不专业 极其不专业 还完全是一种 中共体制中 政治上的需要 杨洁篪是负责外交的 如果他对等国务卿 美国国务卿 这是外交的概念 没问题 那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等着白宫的主任 美国白宫的主任 这没问题 刘鹤 主谈贸易的 主持谈判的 那对等的是谁 库德洛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库德洛 对不对 外长就没了 因为 美国国务卿就对等外长 所以杨洁篪跟王毅 对等一个美国国务卿 中国驻美大使 这是充数的 这完全是对应充数的 发改为主任何立峰 国家机构行政机构的概念 老板 对不对 商务部长跟商务部副部长 而美国商务部长根本没来 美国国务卿 财长 这是对等的技术官员 对不对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库德洛 这是专业的人 主要是主管经济的 贸易代表 罗伯特 中国谁是贸易代表 没有 对吧 原来是龙永图 叫贸易代表 国家安全顾问 波尔顿 那中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是谁 没有 这是国家的角度 国家的角度 白宫幕僚长凯利 相当于这个丁薛强 白宫的资深顾问库什南 那中国出现就是商务部长和商务部副部长 还有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 纳瓦罗 纳瓦罗 是这一次贸易战当中的真正的精髓 真正的精髓 致命中国指出了中共的邪恶 而川普对他 大家知道是习近平主动提出来不希望纳瓦罗来 川普一直也没把纳瓦罗放在最后的名单中 只是在他的前两天才突然出现 用纳瓦罗顶掉商务部长罗斯 可是中国却来了商务部部长和副部长 那在中国的团队中你看到的只有一个概念 只有一个人说了算 习近平 他只有一个中心的智囊 刘鹤 专业智囊 可是在川普身边不是 对吧 库德洛 纳瓦罗 罗伯特 都是贸易上的 都是 加成财长 都是贸易上的 真正的就是在这种对立中的真正的专业人士 中国 中美未来应该是充满了 依然是充满冲突 这是他的 这是他的另外的一个评价 说贸易战暂时掩齐西谷 我不知道BBC的编辑就没意识到这东西是问题 强硬派占上风 这是肯定的 主导关税的还是用了朱凤 朱明奇的分析 罗伯特 纳瓦罗 都在其中 很显然 强硬派占上风 他这里提到呢 纳瓦罗呢 主要是他在理论上和对华的 对中共政权的 认识上的透彻 而这个罗伯特就美国贸易代表呢 他在美国政府长时间工作 里根年代的人物 那他非常懂得政府运作过程中的这种规矩 所以纳瓦罗跟罗伯特配合在一起呢 就是很完美的一个组合 来支撑川普在对中共的贸易战中 对中共的对垒中 他是一个 面对包括他 美国政府内部的不同声音 这两个人是一个相互支撑 相互依托的 贸易战画了个逗号 但是在技术资本人流方面 分道扬镳的大方向 依然存在 美国将继续在科技领域限制中国的 对中国限制 那中国也可能采取报复措施 美国已经在中美 中美人员流动上设置了障碍 上个星期路透社 为了打击间谍 川普考虑对中国留学生实施新的背景审查 而国务院在六月份在航空机器人等其他先进的方面的留学签证 已经从五年缩短到一年 有中国科学家十年的美国商务旅游签证被取消 所以说呢 暂时性的休战会给市场注入一个期待已久的强心计 但从长期来讲依然在斗争中 就我个人来讲 我只是说 习近平什么都没拿到 只拿到了一个90天 来90天 答复川普对他的指责 这就是这场会谈的结果 你说是习近平胜了 还是川普赢了 所以我看到这个报道书 其实让我想到 在后来风神演义中 在后来江子牙带队过了黄河之后 已经打到了这个昭歌之前 那当时这个 当时这个 怎么说呢 昭王也是在昭歌张榜昭贤的 那在张榜昭贤的过程中 同时出来 在他的书的描写中 出来一些能人术师 能人术师出来之后 出去打仗的时候 不堪一击 就一个过场就全完了 可是前面却描绘了 非这个人精通军事 精通天文 精通地理 他写了一大堆 其实就是天意的概念 我说的意思是 书里展示出是天意的概念 以至于到后来狐狸披挂上阵 三只妖怪出来打 三只妖怪很厉害 出来打的时候 二郎神他们谁都没当时把他们杀了 没有 然后昭王又出来打 这是前后的故事 对不对 你都可以看到他有抗争的一面 他依然有着实力的一面 但是明眼的人看到他内在的精髓的时候 只知道那是一个过程 无力阻止崩溃 它是一个过程 它是一个各自生命 完结自己生命使命的过程 而不是能够阻止天象的概念 我觉得这是今天我看到 太多评论中根本就看不到的 甚至像BBC都出来所谓休战的说法 我个人觉得挺荒谬的 相当低级 他没休战 为什么叫休战 所以这个社会已经 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中 其实社会相当崩溃了 相当完结了 很感谢朋友对石涛的厚爱 星期日 大家过好星期日 文字幕裕之宗